這片啊 整片 今天早上就這片 清晨五點多 天還沒亮 除草隊成員已經著重完畢 每個星期六 苗栗園區除草 三位師姐一馬當仙 幾十公斤的除草機 他們背在身上一點都不費力 十八年前苗栗園區的草 長得比人還要高 彭桂珍 彭玉嬌 劉美蓮 三位師姐承擔起除草的工作 看上去全部都是一片大草原 然後就是藤蔓到處攀爬 我們以前是用人工的方式 用鋤頭 鐮刀的方式去開墾 那你做了前段 再回頭看後段又漲起來了 真的是 逃得比人還快 當時中國名師兄看到這三位女丈夫很佩服 於是召集師兄成立除草隊 苗栗園區有三位女丈夫 每天就背著這個除草機 這這麼大片的土地在除草 種菜 所以他看得很不捨 除草 除草 除煩惱 我們就說好了 那我們來成立除草隊 三個人同心合力 慢慢整理荒廢的園區 還在園區後方開闢了一個農場 種菜 種水果 沒有用藥殺蟲劑的啊 所以你看這些好朋友都會來 劉美蓮師姐現在是環保幹事 身形瘦小 力氣卻很大 另外一位棚玉膠承擔總務 要長盤 點心盤 叉子 夾子都有 生命就是要拿來用 為什麼說不拿來用呢 我就說覺得很可惜 所以說現在眼睛真亮 就是慈激 慈激 三位師姐同年出生 奇妙緣分在慈激不期而遇 相知相惜 彼此提息 大愛新聞 真善美志工 鍾慧如 黎瑞香 苗栗報導 謝謝大家